你练习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最近,我在伦敦举了一个练习的例子 这是我在中国时看到的小故事 有一位射箭的人来到镇上展示他的才华 他来炫耀技能,技术相当好 他是很不可思议的神射手 一箭接一箭,都郑重把心 在群众后面站了一个人 他并没有喝彩,只说道 我,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当然,这位神射手自恃甚高 不喜欢这样的评语 他期望得到赞美 不喜欢这样的评语 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于是他相当反感 而走向那个人说 你是什么意思,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你能够设得像我这么精准吗 他说,没办法 不过让我给你看个东西 因为他曾经卖过油 于是他拿起一个瓶子 瓶口非常窄 有个长长的瓶颈 底下有个圆形的肚子 他能拿起大桶的油 将油倒进那个小瓶口 刚刚好倒进瓶子里 没有一出一滴油 然后,他看住神射手说 你能够这么做吗 神射手知道他做不到 从没有练习过那个技能 漫游地说 我没办法像你一样射箭 但你也没办法像我这样倒油 这只是熟能生巧罢了 我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何在 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练习什么 因为,无论你练习什么 你一定会精通它 好坏不是问题 如果你练习欺诈蛮骗 你就会精通欺诈蛮骗 如果你练习抱怨 你就会精通抱怨 你可以抱怨每一件事 眼都不眨一下 想都不用想 非常的顺手 当你所有的朋友站在那里 欣赏着大大的中秋月 美好的夜晚 每个人都被这样美丽的夜晚 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时 你突然间 想都不想就抱怨起来了 是啊 可是好暗啊 你练习什么 你就会得到什么 所以 在你生命里 你练习什么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练习和平 你就会精通和平 你会非常精通的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练习喜悦 你就会非常精通喜悦 假如你在你生命里练习快乐 你就会非常 非常精通快乐 假如你练习认识自己 你就非常非常精通认识自己 你会知道你是谁 你老实会怎么样 你身为你生命里练习 你宝宙了